你是不是特别钟爱黑色呢 又或者你特别的喜欢白色 那最近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 衣橱打开来都是黑白灰 那好,今天我想透过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诀窍 透过这个服饰的搭配 让自己不一样呢 大家好,我是Imagineer的创办人 Susan Law,刘苏珊 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随时做的搭配的就是 耳环或是项眼的搭配 那先来讲一个项链吧 那如果你这里本身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人 看一下 如果一些比较特别的设计的项链的话呢 它马上能够让你的这一件 单调的上衣来的 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项链呢 就是有如一些颜色或是有一些长短不一 橙质感的 那这个呢 也可以给你带来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的一些效果 那它也有另一份分类 对不对 黑色还是来个单调一些能不能够来一些新链一点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吧 这一个呢 它同样就是长短不一 有整次感的一条项链 那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让你感觉不一样呢 但是呢 有些朋友他会认为 之前的那三条项链对它来说都不够夸张了 能不能够有一些简单一点的呢 有 就打个比如好像这条项链 好 它呢 是一条非常简单 但是又精致 又高雅 高贵的一条项链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是不是很高贵呢 那除了项链以外呢 当然耳环也是一个最好的搭配 那我本人呢 就比较喜欢耳环呢 那很多时候我都把耳环成为我的焦点 所以呢 我有这么多不同颜色的一些耳环 那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些流出 对 那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透过耳环 不需要戴项链呢 就能够去 让我自己的这个形象呢 展现的特别的不一样 那我来看一下 那针对这个耳环呢 对我来说 还是有点不预长的 那我自己本身 会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长度 稍微短了一些 但是又有成事感的 那起码呢 这一个对我的年薪来说 来的比较平和一些 再来第三个呢 就是手表啦 那很多时候呢 大家就因为有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那一般都会选择金色或是银色的手表 那好 如果说你是超爱黑色的朋友的话呢 哎 手表呢 你可能会考虑一下 有一些颜色的手表戴 那这样 衬托在你的这个服饰上的话呢 就不一样啦 再来呢 有些朋友会觉得说 哎 两手空空的话 有点不舒服 不自在的 那当然 手势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和选择 对不对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此为止啦 如果你是一个高价值 高素质 高品位的人 但是对自己的形象 却无从下手的我呢 那请进入我们 Imagine 让我们来为你独身定做属于你的高性向 拜拜